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下星期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一會到北京列席第二天的全國人大會議開幕會。 李家超在北京期間也會拜訪中央部委,也會見證以務衛生局、蔡馬會和國家衛健委簽署合作文件, 就加強衛生健康人才培訓,以及開展傳染病預防及應對項目。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以及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貿將會參與相關行程。 李家超下星期三回港,在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處理行政長官職務。 至於多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就準備在兩會提出多項促進香港及內地交流的建議,包括增加內地旅客消費免稅額,發展大灣區一程多站式旅遊等等。 全國兩會舉行在職,多名人大代表的建議和政協委員提案都聚焦如何吸引更多旅客流港過夜和增加消費,包括爭取開放更多自由行城市,廣東省居民來港一千多行等。 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琼提出將內地旅客的離港免稅額由五千元人民幣放寬到三萬元。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也就此發起聯署,多個委員提案響應。 希望可以先增加去到三萬元,就給內地的市民過來香港購物的時候,希望可以免稅額是高一點。 而及後呢,都希望可以將這個免稅額能夠去到和海南島看齊,就是十萬元的全年免稅額。 令到內地的朋友過來香港購物的時候都可以開心一點,放心一點。 當然,和他們都幫到我們香港的整體經濟。 由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發佈五周年,有代表和委員就建議中央協調加強港澳和廣東省城市合作,發展一程多站旅遊。 過去五年的話,很集中在大灣區裏面去做一些提升和協調。 但是下一步的話,其實都要用好香港和澳門對外聯通,將我們大灣區這個旅遊提升到一個國際的層次的話, 長遠來說,會為我們帶來很多高增值的客戶。 結合內地的宣傳資源,中醫藥的資源,結合我們香港和大灣區的特色,吸引更多外國的旅客來到我們中國。 今年的全國兩會不用閉環,但是會期就較去年短。 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說會爭取機會發言,就促進兩地交流等發表意見。 無線電視記者,陳蔡可報道。 轉講向樓市全面切勒,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會觀察市場反應,有必要的時候可以再推出需求管理措施,甚至引入空置碎。 財政司司司長陳茂波說會觀察市場反應,必要時可以再調整措施,甚至實施空置碎。 當然如果樓市好像以前那樣失效,再過度刺熱,如果政府要採取任何措施,我們隨時可以做。 我們今次將這些措施撤銷,只不過是將相關的這些辣椒稅的稅率定到去零,我們要調整的時候隨時。 當然你說去到極端情況,我們甚至可以考慮引入空置碎。 下一個財政年度第一季,當局只推出一幅沙田小住宅地。 陳茂波說市場有周期,未來三到四年,一手私人住宅潛在供應有近11萬個單位。 而賣地有彈性,有需要時可以再增加。 他又說,有人質疑政府公共財政出現問題,要推遲交易周人工賭田海同發債。 他強調政府絕對有信心推展項目,適當發財也是投資未來。 預算案提出的財政整合計劃,預計到27、28年度就可以達至收支平衡。 無線電視記者藍豪傑報導。 另外,新一份財政月算案提到每個月在維港上演煙火和無人機燈光表演。 有意見就認為,要將人氣變成財氣,在籌辦盛事活動的時候,要以高消費遊客為對象目標。 政府力推盛市經濟,計劃每個月舉辦煙火和無人機表演。 有份策劃的林漢元透露,未來一年,他們將會幫政府和私人機構籌劃大大細細,一共72場表演。 一場花費平均近100萬港幣,估計一共可以吸引到近900萬人次到場觀看。 除了燈光表演,我們是吸引人流,他來到去看。 亦都是振興到裡面的夜市的不同的餐飲業。 接著就是零售業。 而再延伸,其實吸引遊客過來。 所以整個產業,你見就是一個生態圈。 不過外界質疑煙火無人機活動,只是旺丁不旺材。 例如新春期間舉辦多場會演,平均每日有大約15萬7千人前內地旅客。 不過人均消費,最多只有300元港幣左右。 最重要就是,那個城市是一個一次過的城市,或者是一個長期的城市。 華園主丹那幾天,新加坡一個農曆三年,那個年少是整個月的。 新加坡政府最近邀請美國樂壇天后Taylor Swift做一共六場的演出。 據說每場補貼過千萬港幣,一共招待人次有33萬。 有學者說,假設一半屬於外來高消費遊客,人均消費3千里元。 再加上本地人的消費,帶來的總收益可以有近39億港幣。 這個票價很高,這些是高端的遊客。 所以他目的就是引這些高端的遊客進來。 如果你只是用賣票的收入,和他們搞這個F1的建設, 我懷疑新加坡政府是虧本的。 那為什麼要搞呢? 就是引一些高端的消費者進來。 同時在國際上製造一個星魚。 要訪校新加坡籌辦大型表演,以吸引高消費旅客來香港。 鄭遠創認為目前香港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大型表演場地。 他建議當局在規劃盛事活動基建的時候, 可以多些考慮與私人企業合作。 無線電視記者黃先生報導。 轉講一下,環保署要求新界西堆田區擴建工程承辦商 就一個工人倒閉在地盤在7天之內提交報告。 倒閉架是一個負責土地平整工程的64歲男工人, 工作後還沒有回家。 家人通知地盤主管翻查閉路電視以及巡查後, 發現昏迷在地盤平台,送去屯門醫院後證實不治。 據了解工人有患病,但死因仍然有待調查。 環保署署長徐浩光表示十分難過,對家屬置疑慰問。 處方擇成承辦商必須全力配合警方以及相關部門調查。 國際方面,南韓醫學會不理會政府警告, 明天在首爾發起全國醫生集會預計有2萬人出席。 而政府的態度仍然強硬,重新會堅決完成醫療改革。 南韓醫學界大罷工踏入第十二日, 據報案政府指令復工的實習和住院醫生人數不多, 政府就繼續採取行動,追究被指是罷工的發起人。 繼日前向警方舉報,醫學會五名現任同前高層, 首爾地方警察廳星期五執行扣押搜查令, 到五個人位於醫學會的辦公室和住所進行調查, 持續大約七個小時,扣押一些會議紀錄、工作日誌和罷工行動指南等等。 學會批評當局壓迫自由和剝奪人權。 保健福祉部第二副部長博敏守,解釋警方的扣押行動, 是因為接收到保健福祉部的投訴,要調查組織和教唆醫生, 採取非法行動的發起人,並非當局向醫學會恐嚇, 或者是向醫生施壓,重新會堅決醫法醫規,完成醫療改革, 擴大醫科生修生人數。 我計預計政府會在一年三日假期之後,即是在星期一開始, 對違反復工令的醫生採取行動, 預計會先針對各間實習醫院的主管級別人士。 學聯社報導,單繼大田市五大醫院的數字, 截至上日有427人辭職,佔市內總人數84, 其中352人被勒令復工,但據報只有一個人聽從。 據南韓的法例,違反復工指令的醫生, 最高可被判夾3年。 政府早前已警告,3月仍未復工的醫生, 會被釘牌至少3個月。 南韓醫學會就計劃星期日, 在羽耳島公園舉行全國醫生集會, 預計有2萬人參與,但亦考慮到政府近日持續施壓, 不排除出席的人數不多。 無線電視記者陸子奇報道。 羅馬尼亞拒絕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參與建設當地的5G網絡設施申請。 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對此深表遺憾和嚴重關切。 發言人說堅決反對以非技術標準和歧視性條款, 排除任何國家和企業, 以及破壞公平競爭和法治精神的行為。 又說華為在羅馬尼亞投資長達20年, 一直嚴守當地法規,保障網絡安全, 亦帶來幾千個就業職位, 對當地經濟和網絡發展帶來貢獻。 發言人強調,今年是兩國建交75周年, 希望羅馬尼亞政府以長遠利益出發, 為在當地中國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眾方亦會堅定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回到新聞時間。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 不少海外生命健康科技企業瞄準香港, 藉此打入內地市場, 希望成立生命健康科技研發院, 有助招攬人才。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今個月內會同十幾間重點企業簽訂二項書, 範疇包括生命健康科技、 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和新能源科技等等。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 當中有不少生命健康科技的海外企業 已經落戶科學員或者數碼港。 很多海外的企業在生命健康科技這塊, 是瞄準了香港, 因為他們想進軍內地。 香港的一些臨床數據是國際認可的。 另外香港有珍貴的數據, 在香港設立一些基地可以對於新藥的研發, 特別是針對內地市場, 應該有莫大的幫助。 財政預算案提出成立生命健康科技研發院, 宣東希望可以令香港形成有特色的市場。 有的時候也面臨了, 因為沒有一個很大的平台, 一些世界上最接觸的科學家, 有的時候就沒有來香港, 包括去鄰近的城市或者周邊的國家和地區。 我們就握進拳頭, 一方面在一些生命健康領域的一些最前面方面, 有些重點的突破, 今後我們再落地, 再形成一個有特色的市場方面, 也會有更大的發展的空間。 旋動遊說, 未來河套區會為研究人員提供便捷的過關方法, 目前計劃在深圳河起兩條橋, 被園區內已經登記的人使用。 確保人員有罪在兩個園區走動, 研發人員也會有特別簽證政策。 無線電視記者蔡重雲報導。 新修訂的道路交通規例在3月生效, 被自動駕駛車在公路測試。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在網上說, 去過廣州和杭州市坐無人駕駛車。 赤立各機場也已經引入自動駕駛助人服務。 在新法例框架之下, 運輸處適當豁免條文, 被個別自動車在路上測試。 政府會推動業界引入更多自動車在路上測試, 讓市民有更多機會試坐, 增加公眾的接受程度和信心。 亦都有助機場管理局推進 航天走廊自動駕駛運輸系統 以及機場東沖專導計劃。 寒冷天氣警告生效, 今早早大部分地區的氣溫降至9度或以下, 而大帽山清晨錄得0.7度。 大帽龍罩, 大帽山的地標雷達站若隱若現。 天光之後的大帽山仿如至新鮮景之中。 山上不時下雨, 路面又濕又滑。 清晨的大帽山一度錄得0.7度的低溫, 不過, 未有像一月寒朝的時候結冰。 不會的, 今天看不到我翌日, 經常有機會看到的。 這件外套都穿著了, 平時不穿外套。 今天又不是很冷, 我覺得是, 都不會有氣出來,應該不會吧? 上到來近山嶺的位置, 風不算是太大, 感覺都不是太嚴寒。 但是, 不時都有一些雨粉飄過來, 所以個人都有一些濕濕凍凍。 大嶼山昂平錄得最低氣溫3.5度, 大老山3.9度。 市區大部分地區氣溫最低8、9度左右。 九龍城區最低只有8.1度。 紅磡有泳客無懼航風如常游早水。 上水有點冬, 水不太冬。 早上出街的市民, 不少都穿上口衣。 包括雨涌, 又戴上帽子和手套雨寒。 我們預計, 東北角風在明天仍然會影響著我們。 天氣仍然會比較冷一些。 要去到在星期一和星期二, 東北角風就會被一股潮濕的偏南氣流取代。 鐵文台預計到時會回暖。 星期二氣溫回升至20度以上, 最高26度。 無線電視記者彭榮熙報導。 國際方面, 日本長野縣小谷村北亞爾卑斯山附近發生雪崩, 10個人一度被困, 其中2個人獲救, 8個人自行下山。 鳥取縣大山在海拔1000米的本谷點 和海拔1500米的白合木之間 在中午過後也發生雪崩。 一個人獲救, 兩個人失蹤。 當地降雪量達到88厘米。 當局早上已經發出雪崩警告。 澳洲最大電訊公司Telstra 星期五早上發生技術故障, 導致緊急專線000部分電話 未能接駁到服務部門。 在事故期間, 墨爾本一個人懷疑因為沒有辦法 及時將求助電話轉發給救護員而死亡。 Telstra向死者家屬致歉, 並且說調查中事故原因。 當受傷或者遇到生命有關的緊急情況, 澳洲民眾都會打全國緊急求助專線000, 向警察、救護和消防部門求助, 當局接報之後增分奪秒前往救援。 不過星期五早上, 這種情況在部分州可能出現延誤。 當系統正常運作時, 所有000接報都會透過電信公司Telstra 分發到不同的服務部門。 不過由星期五凌晨3點半至5點 大約90分鐘期間, Telstra接到的近500個求助電話入面 有148個無法將他們接駁到 各個緊急救援服務部門。 接線員要改用電郵通知。 救護員工會說, 救護員要在幾乎沒有訊息的情況下 開車前往救援,情況混亂。 Telstra方面說, 有多個州受影響, 包括維多利亞州, 但未有公布完整名單。 工會說故障發生期間, 墨爾本有一個人心臟罩停, 懷疑因為無法立即將求助電話 轉達給救護員之後死亡。 Telstra行政總裁布雷迪, 向死者家屬致歉。 我可以先向死者家屬致歉。 我可以先向死者家屬致歉。 而是向死者家屬致歉。 美聯社引述消息, 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昨天在一個會議上批准相關計劃。 據報海軍航空系統司令部負責人, 下星期將會訪問日本, 向日本政府通報相關安排。 駐日美軍一架魚鷹運輸機, 在去年11月一次例行演習當中, 在鹿兒島縣屋九島附近海域墜毀。 機上8個人全部死亡。 競初步調查可能是技術故障造成, 決定暫時停飛全球幾百架魚鷹機。 俄羅斯已故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舉辦, 有支持者到場送別。 克里姆林公警告, 未經授權的集會都是屬於違法。 而據報全國有過百人因為參與悼念活動被扣押。 俄羅斯已故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追思會, 星期五在莫斯坊一間教堂, 以東正教儀式舉行。 大批納瓦爾尼的支持者在點點燭光下, 占養遺容和獻花置疑。 外電報道, 納瓦爾尼的父母等家人在場。 部分外國使節, 包括法、德、美、三國的駐俄羅斯大使, 都在教堂外置疑。 之後移送納瓦爾尼為體的靈車, 駛離教堂, 前往附近位於莫斯科東南部市郊的務員落眾。 納瓦爾尼的媽媽, 納瓦爾尼納瓦爾尼和遺雙尤利亞的媽媽, 在墓前墓宋至親長埋土下。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表示, 所有集會都是未經授權, 呼籲民眾切密觸犯法例, 但仍然有不少人冒寒到冒原附近聚集。 有人被警員強行帶走, 壓上警車。 新西伯利亞也有民眾悼念, 據報有人被扣押。 而在德國首都柏林, 有民眾在俄羅斯駐德國大使館外的空地上, 擺放鮮花等製品, 向納瓦爾尼致哀。 47歲的納瓦爾尼, 上個月16日, 在俄羅斯北極流放地復刑期間死亡。 她有盟友和家人說, 是俄羅斯政府殺死她。 克里姆林公否認, 但至今未有正式公佈死因,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 早前說納瓦爾尼的死, 可能與血山有關。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 大家好,我林可盈。 環保署要求新界西堆田區擴建工程承辦商, 就一個工人倒閉地盤, 7日內提交報告。 倒閉的是一個負責土地平整工程的 64歲男工人, 工作之後未有回家。 家人通知地盤主管, 翻查閉路電視和巡查之後, 發現她昏迷在地盤平台, 送去屯門醫院之後證實不治。 據了解, 那個工人有患病, 但死因仍然有待調查。 環保署署長徐浩光說十分難過, 對家屬置以慰問。 處方疾成承辦商必須全力配合警方和相關部門調查。 建築公司馮長徐清盤, 至少大約120人受到影響。 勞工處高度關注。 有承接馮長徐工程超過30年的議判被指拖欠6千萬, 估計連同其他承建商, 奉長徐欠款過億。 創立超過40年的建築公司奉長徐, 據了解在觀塘自由空間, 灣仔春元街38號, 以及鎮會大學余景灣等至少十個項目未員工, 但星期五突然宣佈清盤。 公司直接聘用的員工大約120人。 工人欠身可以找勞工處幫忙, 但分判相就前路未明, 包括由爸爸那段開始已經承接馮長徐工程超過30年的陳先生, 被拖欠6千萬。 她說即使逢長徐清盤變賣資產, 但她債權人優先次序比較後, 追回欠款的機會渺望。 業界對馮長徐倒閉感到驚訝, 但是說市況已經比幾年前好, 正良會按合約支付, 但是額外施工款項就有拖欠的情況。 不在我們合約裏面呢, 我亦都要上一個追加數給業主, 對VO那個期是很長的, 即是隨時是說一兩年的事情。 有承見商說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明知沒有錢找數, 但是仍然需要按合約施工。 政府早前向立法會提交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草案, 有工會希望條例可以減少相關情況發生。 如果我上級的承辦商沒有付錢給我, 在60天內都沒有付錢, 其實我是有權利暫時停工的, 而且因為工程的延誤, 其實它是可以得到一些補償條例, 也有禁止先收款後付款的安排。 即是說我作為一個承辦商, 是不可以以一個上級的承辦商未付錢我, 我就不去付錢我下級的承辦商。 這樣是希望減少一環扣一環的影響。 據說條例對勞資雙方都有保障, 相信爭議不大, 估計最快要明年才完成立法。 網絡網絡記者劉鑿玉布特。 樓市儲便設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會觀察市場的反應, 有必要的時候可以再推出需求管理措施, 甚至是引入空置稅。 財政預算案全面截銷樓市需求管理措施, 刺激成交急性, 但亦都有市民擔心置業更難。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會觀察市場反應, 必要時可以再調整措施, 甚至實施空置稅。 當然如果樓市好像以前一樣失效, 再過度刺激, 如果政府要採取任何措施, 我們隨時可以做。 我們今次將措施撤銷, 只不過是將相關的辣椒稅的稅率定到零。 我們要調整的時候隨時。 當然你說去到極端情況, 我們甚至可以考慮引入空置稅。 下一個財政年度第一季, 當局只推出一幅沙田小住宅地。 陳茂波說市場有周期, 未來三到四年, 一手私人住宅潛在供應有近11萬個單位。 而賣地有彈性, 有需要時可以再增加。 最重要是我們要堅持, 無論市場如何, 我要繼續做地, 因為做地需要時間, 我做了些地, 我不一定要馬上賣, 我可以有一個土地儲備。 換句話說, 當市場濕熱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些土地推出來。 掌控權就在政府上。 他又說, 有人質疑政府公共財政出現問題, 要推遲交易州人工島填海和發債。 他強調政府絕對有信心推展項目, 適當發債也是投資未來。 預算案提出的財政整合計劃, 預計到27、28年度就可以達至收支平衡。 無線電視記者南豪傑報導。 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下星期舉行, 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一會到北京, 列席第二天的全國人大會議開幕會。 李家超在北京期間也會拜訪中央部委, 也會見證醫務衛生局、馬會和國家衛健委簽署合作文件。 就加強衛生健康人才培訓, 以及開展傳染病預防和應對項目。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崇茂將會參與相關行程。 李家超下星期三回香港, 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處理行政長官職務。 國家副主席韓正和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 昨天在北京出席中國美國商會晚宴。 韓正重申,中方將會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國的發展成就是在開放中取得的。 我們將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繼續縮緊外資的負面、準度負面清單。 切實保障外資投資企業的國民代理。 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影響環境。 為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再發展, 提供更多的機遇。 白欣斯就說美方不尋求與中國脫鉤。 但是當局正是消除風險。 他說去風險化是必要與完全合理的政策。 美方正是實現供應鏈多元化。 又說對華實施半導體出口管制是基於國家安全考量。 中國美國商會就說希望中美雙方講清楚國家安全的定義。 商界需要可預測性和確定性。 儀君向加沙輪候物資的平民開火, 引起國際強烈反應。 以色列否認或是人產人造成意外。 不過加沙的醫院就說不成死者都是被槍殺。 而美國總統拜登宣布, 將會聯同其他盟友向加沙空投救援物資。 一架約彈飛機星期五在加沙北部四個地點 向民眾空投共48包物資。 以軍早一日向在加沙輪候物資的巴勒斯坦人開火, 造成過百人死亡的事件。 以軍否認向平民開槍, 說他們只是向天開槍示警。 大部分人走避的時候, 發生人踩人意外, 導致大量死傷。 承諾軍方仍然會徹查事件。 不過加沙一間醫院的醫生說, 超過八成死者是被槍殺。 繼埃及法國、約旦、卡塔爾和阿聯酋之後,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表示, 將會向加沙空投救援物資, 以及開闢其他運送物資路線。 不過他兩度將加沙說成烏克蘭, 要白宮其後澄清。 他之後出發前往大衛營, 被問及加沙的停火問題, 承認停火談判至今未取得突破, 由一改之前的口風, 說未知各方星期一能否達成共識, 但希望能夠在今個月十日, 即是齋戒月開始前實現停火。 埃及外長舒克里也警告, 如果以巴雙方在齋戒月開始時仍然交火, 將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屆時整個阿拉伯和穆斯林社會的不滿章會加劇。 以巴戰鬥持續, 巴勒斯坦傳媒報道, 以均星期五密集轟炸加沙中部和南部多個地區, 造成至少22人死亡。 加沙衛生部門表示, 以巴衝突爆發近五個月, 累計超過3萬人死亡, 超過7萬人受傷。 無線電視記者陸子旗報道。 快心的時間。 寒冷天氣警告生後, 今早大部分地區的氣溫下降到9度或以下, 大霧山清晨曾經錄得0.7度。 大霧龍罩, 大霧山的地標雷達站若隱若現。 天光之後的大霧山仿如至新鮮景之中。 山上不時下雨,路面又濕又滑。 清晨的大霧山一度錄得0.7度的低溫, 不過, 未有好像一月寒朝的時候結冰。 不會的, 今天看不到我, 明天, 經常有機會看到的。 這件外套, 穿著了, 平時不穿外套。 今天又不是很冷, 我覺得是, 都不會有氣出來, 應該不會吧? 上到來, 近山嶺的位置, 風不算是太大, 感覺都不是太嚴寒。 但是呢, 不時都有一些雨粉飄過來, 所以個人都有一些濕濕凍凍。 大嶼山昂平錄得最低氣溫3.5度, 大老山3.9度。 市區大部分地區氣溫最低8、9度左右。 九龍城區最低只有8.1度。 紅磡有泳客無懼航風如上游早水。 照早出街的市民, 不少都穿上口衣。 包括雨涌, 又戴上帽子和手套乳寒。 我們預計, 東北角風在明天仍然會影響著我們。 天氣仍然是比較冷一些。 要去到在星期一和星期二, 東北角風就會被一股潮濕的偏南氣流所取代。 天文台預測, 星期日早上大部分地區培回13、14度。 隨後兩天氣溫逐步回升。 星期二最高氣溫達25度。 無線電視記者彭榮熙報導。 生藝技術近年興起。 有科技公司推出數字永生服務, 為黑護復活去世的親人。 但是隨著技術越來越成熟, 本港近日亦都出現深藝相關片暗。 有議員就建議加強規管。 她是夏寧曼已經過世的婆婆。 十二年前夏寧曼見不到婆婆最後一面, 成為不生遺憾。 直到今年她運作深圳這間科技公司, 用婆婆一張照片透過深藝技術生成影片, 令她和婆婆再次見面。 她說話她的笑, 然後讓我想起了很多很好的美好的回憶。 那個時候突然就明白了, 她怎麼會怪你呢? 她明明那麼愛你。 然後這個心結呢, 對我來講其實是有一點點解開了的感覺。 但隨著心藝技術普及, 全球都開始出現相關片案。 早前社交平台Facebook, 就流傳一段假冒本港財經節目主持人陳永樂的錄音, 教人投資虛擬資產平台。 陳永樂向Facebook投訴之後, 竟然得到這個回應。 我跟Facebook那些人說, 就說我報了警, 可不可以以後不要擺上來這些? 我們沒有這樣的機制。 總之不接收入, 不合這些投訴。 她就說, 不如你做一個有真正的驗證過的Facebook, 但要付錢的。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政府應該加強規管社交平台。 她要自己下來, 不要說要有人檢舉, 她才下來。 檢測到這些心藝技術生成的一些片, 立刻應該要打個標誌, 說這段片是經過心藝的。 這個市民就看上去就知道, 這是一個惡作劇, 一個疑似創作, 只是一個騙案。 Facebook母公司Meta回應說, 不允許任何人冒充其他人。 如果發現有人違反守則內容, 會暫停和刪除帳戶、 專業和廣告。 無線電視機者借月程報導。 晨週十七號, 航天園完成第二次出艙活動。 期間進行中國航天園第一次艙外維修任務。 今次出艙活動維修了天和核心艙太陽液。 消除早前因為太空微小火粒撞擊產生的影響。 經評估分析後, 太陽液發電性能狀態正常。 今次是中國航天園第一次完成載軌航天器倉外設施的維修任務。 在出艙期間, 航天園也檢查了太空站倉體狀態。 整個出艙活動歷時大約8小時。 在太空站機械被和地面科研配合下, 完成全部機定任務。 航天園通紅波和江森林已經安全紛紛問天實驗床。 英國著名地標倫敦塔, 有六隻相傳守護英國國雲烏鴉, 迎來他們的新任召救官。 一起看看他有什麼重任。 56歲前皇家海軍陸戰隊員錢德勒, 星期四穿著黑色紅邊制服, 來到倫敦塔準備離身。 主要任務就是照顧這一群相傳守護英國國雲的烏鴉。 這群學位在祂園裡卡士公大廣表示, 如果蟻園離開了塔, 一擊已倒下, 萬一、皇帝和王國會倒下。 相傳在17世紀, 英國國王查理斯2世聽到傳說, 說烏鴉一旦飛走的話, 不僅旨倫敦塔會倒塌, 英國甚至走向滅亡, 查理斯2世隨即斑令, 必須確保有六隻烏鴉在倫敦塔砌飾,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倫敦塔幾年前發起枯化烏鴉項目 據報曾經有烏鴉離世或者走失 有工作人員稍為修剪烏鴉的願望 避免他們飛走 倫敦塔目前有六隻現役鴉 還有一隻後備鴉 他們日間可以自由活動 晚上就回回籠裡休息 錢德勒要帶領四人團隊 負責打掃龍舍和自養烏鴉 並以餵食生育為主 偶然就提供水煮蛋 至於零食就是浸血的餅乾 在照顧烏鴉之餘 錢德勒還要充當保安 導遊等等的角色 他說就算辛苦 但和烏鴉相處 可以說是樂在其中 錢德勒更加大讚這些烏鴉聰明 英國早前有研究說 烏鴉的智商相當於五至七歲而同 無先電視記者朱少林佛道 要試愛國家杯場地單車賽 將會在十五號開始 一年三日在香港單車館舉行 港將李斯詠盼望在主場 爭取更多奧運席分 經過了剛剛阿錦賽 其實這個心態上已經準備好 準備去比賽 而且特別期待 因為都很久沒有在香港 鬥過國家杯 以往最好成績是第七 我希望可以突破到這麼好的成績 然後為巴黎奧運得更多分數 早前在阿錦賽收獲兩銀兩銅的李斯詠 這一天和一眾運動員出席加年華 推動全民運動 他提到現在和新教練磨合得不錯 亦都期望在對方的指導下 能夠有更好的成績